Fact check, buy them Best newspaper in town, get the best tips 改制後的四歲馬系列出過兩匹三冠王 包括已經離開大家的街龍區 和長戰長有的金槍60 眾所周知,金槍60將會在週日 各續三冠大賽的頭關董事杯 歷徵連續第十七場的頭馬 藉此追憑精英大師的紀錄 同時也累積第二十次的頭馬 從而進一部擦身由自己保持的第十九位 香港紀錄 另一邊廂 和董事杯同日上演的百周年紀念短途杯 象徵著香港速度系列揭幕 餘下的兩關分別為 呂黃銀熙紀念杯和主席短途獎 有別於四歲馬的系列 香港速度系列改制後 就從未出現過同一匹馬 可以全勝上述的三關賽事 但在改制之前就要起勁堡 在2003年大勝的跨下 以無敵的姿態 榮英短途三冠王 起勁堡仍領先 但後面孝莫國三排兩步 撲上來 起勁堡就鬥著孝莫國 孝莫國衝得很厲害 孝莫國衝得很厲害 起勁堡一齊衝得很厲害 講回百周年紀念短途杯 這項田草千二米的大賽 在2017年前 一直都是本土製造 但在2017年就開始國際化 升級為國際技一級賽 融開外地的馬報名來香港參戰 而總獎金也增加到一千二百萬 頭馬的馬主可以領到接近七球 對一些動設以幾百萬 甚至過千萬港幣買入的一匹自購馬 來香港服役的馬主來說 百周年紀念短途杯的獎金 足以抵消了部分甚至整個馬價 所以馬主也很樂意 在外地引入一些高水平的短途馬 來香港搏一搏 競馬就和你由2017年開始講起 除了當屆的冠軍幸福指數 在出自高東尼馬房之外 之後的四屆 全部都由蔡約翰馬房的馬勝出 分別是2018年的編編 2019年和2020年都是爭分奪秒 去到2021年就有灰馬的黃蝦王 黃蝦王曾經在速度系列吃了個頭股 來自高八身馬房的福日 就在去年吃了個尾壺 這筆馬當時在戰友巴道跨下 一生初跑一級賽 首度在一級賽登場 立刻以強患的衝刺力 後上一攻二破 亦造就了高八身重向G-1的勝鼓 而在當時賽後他亦有敢而發話 他表示自己一直都覺得 有機會踏進海旋門 只是過程中有點崎嶇 但人生很少都會一帆風順 好開心自己終於都成功 他亦都指出自己身為練馬師 必須經歷個高高低低 對自己在香港連馬的工作 一直信心十足 無疑複日已接近一年都沒有贏馬 不過巴道依然對他很有信心 他指出這批七折的涼驅 上次都是遇上意外 表現欠佳情有可原 希望他今次能夠重拾佳態 展現真正的實力 個人認為他若能夠發揮最佳水準 應該有力成為香港其中一批最出色的短途馬 而巴道亦都說到 今次的複日是季內第三次上陣 個人覺得第二仗本來很有機會贏 但因為遇上意外 輸了都情有可原 至於今次應該是一場重大的考驗 而複日看來就充滿新鮮感 表現應該會有進步 相信今場可以發揮出他最佳水準 黃孝王和複日都已經贏過一級賽了 你已經成為了今年百周年紀念短途杯的主角 但偏偏就在這個時候 遇上了速遞騎兵 可以令到雷神挑騎 而棄騎的未敗之師八千師肯定是不簡單 不過就算他們分別都未贏過分級賽 甚至乎未跑過一級賽 亦都足以令他們成為今次賽事的焦點 因為這兩匹都已經是評分超過100分的真正四歲新星 特別受到馬迷關注 速遞騎兵和八千師都有一個共通點 前驅上季出道五戰全勝 後驅有樣學樣 上季出道至今五戰未逢敵手 還有他們都是一些52分起步的自購新馬 現在速遞騎兵已經去到116分 關注全體四歲馬 至於八千師雖然被加州星球追上來 但仍以101分和對方看齊 雙雙就成為現役刺高評分的四歲馬 換言之 本年度的速度系列一揭幕 就會見到四歲馬的一哥和二哥的對決 你說馬迷又怎會不期待呢 速遞騎兵今季暫時的演出就一般 相信和評分上季大幅攀升有關 需要一些時間去消化這些評分的升幅 情況是可以理解的 而雷神也願意繼續花時間在這匹馬身上 教導他在賽事中繼續學習成長 令他有機會突破自己 以克服最高評分的範疇 所遇到的新挑戰 加上蔡約翰習慣成自然 專贏百周年紀念短途配 今次出兩匹馬一身一舊 賽購就明顯買了雙重保險 但求成功衛免冠軍 因此一種賽粉 對黃蝦王和速遞騎兵 應該一視同仁 對蔡約翰有全面的支持 八千絲一直都是雷神的寵兒 今次如雨紅掌不可兼得 他決定拆騎速遞騎兵 相信是和這匹馬的出賽經驗較多 評分較高 跑平榜賽賺磅數有關 這個心態亦都可以理解 進馬車團結精神外面中華盛景 鬥到最後100米左右 八千絲三戰未逢敵手 拋掉贏 跑第二名那隻都是他 中華盛景 第三名 不過不同在的是 八千絲就贏12米起格 之後才移師去1000米的直路賽 而且每次贏馬姿態總是有餘未盡 看來還有大把起手 亦都有不少平馬人認為 這筆四歲的梁驅 潛質還未進路 有機會跡身新一代的短途王者之列 八千絲的跑法機動靈活 既可以一放到底 亦都可以早段前置 稍為努力 然後在末段再加速上前 脫穎而出 其實我都交給他 我來拉他 他說你都跑得那麼熟 到時你自己去執拆 跑一步都上一次都贏了 這次他比我們現場後少數 都可以看得到他追上來的勢力 都是好時機的 模擬今次跑一級賽 蝕榜情況較為嚴重 但是八千絲 越跑就越進步 兼且銳器正勝 衝破一切阻力 造就羅夫傳這位榜首練馬師 首度捧走百周年紀念短途杯 有什麼奇怪 自從沒了XX買經之後 不懂跑馬 沒有了Mood 阿姐 人家排位版 賠率版 全部都出現 你不是還未買嗎 什麼阿姐 我很年輕 我叫Paris 巴黎 對呀 全彩十二版 這個人真像你 對呀 人人都叫我跑馬地軟仔 全彩十二版 七情往短 全部落齊 原班人馬 原汁原味 夠專業 排位版 賠率版 都出了 你不是還不買 記得捧場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